6月17日是全球垃圾人日 早在1300年因為黑死病的蔓延 在英國就出現了第一個垃圾人 他們是專門負責收集垃圾 至今一條街都是垃圾 不是,是一條街都是垃圾清潔工 至於The Global Garbage Mandate 全球垃圾人日 在2011年已經有了 發起人是John Arwood 他小時候已經玩環保回收 大哥還做了這行的生意 但他後來發現只有他一個人做是不夠的 而且日對夜對都是垃圾 對於這班工作者來說 真是長期的生命受到威脅 於是他發起了這個日子 對於一眾垃圾從業員 不是,是垃圾業界的人士 環保回收業的人士 以及垃圾界的KOL 都認可和嘉許他們的付出 喂,不會幫忙的 喂 你今天不幫忙就算了 平時就記得麻煩 對 你看他前面有一塊屎 那個 那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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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木 我不像你那樣 其實不說懲罰的 其實有時候我自己去開坊玩 可能下山經過沙 永遠都會看到有很多垃圾 丟在地上 有時候我自己忍不住 我都會出手掃到海裡 我都理解不到大家好好去玩 那為何不用這些東西走呢 你怎麼離 怎麼走 很簡單 那為何不用它呢 阿活先生之後 還將這個垃圾人日 變成垃圾人舟 大家真的要好好對待身邊的垃圾 和這麼多位回收業界的巨子 至於要怎樣做 見到他們的時候 要給個微笑 肯定他們的付出 請他們吃東西又可以 因為我們喜歡吃東西 不要顧著吃 經常顧著吃吃吃 見到有垃圾 當然要幫忙收拾它 幫他們分擔一下 當然 源頭減費 減少垃圾 才是最重要的 美國至今已經有5000個城市 是採用付費系統來減少浪費 而中國也都建立好回收計劃 減少街道的垃圾 這個行動 除了環保 改善市容 人都會健康些 大家在有錢買東西的同時 都要記得好好保護地球 洗快點 你 越洗越骯髒 快一點 是 是 是 不是 今天是全球垃圾人日 麻煩你洗快點 我真的很急 麻煩你 是的 是的 很快 很急的去旁邊南 試試吧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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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